JJ说茶 今天来跟大家讲讲 阴雨天对喝茶口感的影响 哈喽大家好 我是JJ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阴雨天对喝茶口感影响的原因 只要是下雨天或是阴雨绵绵的季节 雨下就是好多天 这时候就会有人来问我 为什么同一款茶泡出来的口感和滋味都不一样呢 今天就要来告诉大家原因所在 一 因为空气潮湿 下雨天与平日最大的不同在于 气温下降 空气湿度明显增加 茶中的香分子容易被水分子给吸附 所以香气就出不来 泡茶平饮时就会感觉滋味不足 水味较重 色感明显 口感不佳 融合度跟饱和度也都不到位 二 水温冷得快 如果你不是使用空温煮水壶的话 两泡之间的水温会有差异 高香的茶需要由高温来激发 所以对茶叶的香气会有直接的影响 三 低气压对人的味觉嗅觉 还有心情都会有影响 下雨天我们的味觉和嗅觉都比较顿 所以喝茶时就会觉得淡淡无味 另外我觉得下雨天泡茶不好喝 有时候给你们的心情也有关系吧 有的人一到了下雨天就开始发愁 沾心说出门不方便啊 或是计划泡汤 还是衣服微干等等 以上就是阴雨天 为什么同一款茶喝起来不一样的原因 当然要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 第一可以选择恒温或控温的煮水壶 确保每一泡都是合适的温度 另外也可以选择保温性比较好的茶壶或茶具 像纸沙壶保温性好 可以激发茶叶的香气和滋味 第二对于高香的茶叶要记得保持及时的密封 做好茶叶的防潮哦 有人说下雨天不适合喝茶 我认为管它什么天 想喝就喝心情好最重要 如果一整个月都在下雨的话 那你不就都不喝茶了是不是 想喝就喝 下雨天喝茶更有一番意境啊 不是吗 JJ说茶快速补充你的茶知识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赞哦 拜拜